生活 时事 音乐 我们什么都聊 我是王凯 我是We 无聊吗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开麦啦 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一同开麦啦 我是王凯 我是We 大家好啊 大家今天是不是应该是非常开心的心情 因为呢 今天又是一个休息日特别的节日啦 劳动节 劳动节 但是只有这个 劳工可以休假 是不是老师不能休假啊 我不知道耶 大家应该今天还是有上课吧 对 我记得如果学生们有上课 那老师是不能放假的 哦 对耶 好辛苦的老师了 但他们教师姐也没有放假 真的辛苦老师了 不过老师会有那个暑假跟寒假 对对对这个值得开心一下 那就请我们这个辛苦的教师们 辛苦你们了 再稍微再等两个月啦 准备就可以迎接你们自己的长假了 相对来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那当然也要祝这个 全天下的劳工朋友 真的是辛苦了 辛苦了 劳动节快乐 我们其实也是劳工之一耶 默默的就是身份已经转换到 就是劳工的身份了 以前在期待什么儿童节啊 期待一些青年节 然后现在我们转变成为劳工 所以已经在过劳工节 5月1号劳动节 所以放假的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没出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听节目吧 嗯 或是出门了在车上也可以打开我们收听我们节目 真的 没错没错 聪明聪明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些有趣的 不就不要太枯燥乏味 对 就是我看新闻啊 我就发现说 在4月23号 22号的时候 我们的摇滚天团动力火车 他在小巨蛋开了演唱会 那相信一下就是大家对于动力火车是非常的耳熟能详的 因为他其实除了我们爸妈那边会知道以外 他现在在我们年轻人之间也是再次的再红了一遍 真的 那个我很好骗 那以前就是那什么忠孝东路走九遍 还有彩虹也是他们的对不对 身为一道彩虹 对 也是他们的 军教片一定有的 所以我发现动力火车是一个怎么讲很长寿的一个乐团 而且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不管年龄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声特别的有魅力 就是那种很有power的感觉 会让你就觉得哇 充满希望 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很好骗这首歌呢 其实在很多歌唱比赛 大家参赛者超爱唱这首歌 因为我之前就看了一个某个歌唱节目 他们就海选说每个人都唱我很好骗 然后评审都说你们可以再唱别首歌吗 想要有不同的 我跟你说其实我很好骗他的入门很简单 但是你要唱得好 很难 所以我很好骗还是要游动力火车唱会比较有感觉 当然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我就看到这一则新闻就是蛮红的 就等于说他的演唱会就会有很多人关注嘛 那大家最意外的就是来宾是JJ林俊杰 很大咖 很大咖 你要想这个谁能请到林俊杰 一定是更大托的团 就是动力火车了 太厉害了 真的 林俊杰你要听他的演唱会都不容易买得到票的 对 我有看到想说JJ林俊杰这个名字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有人请他当来宾当嘉宾了 这真的是惊喜现实 对啊 就是请他 我觉得可能需要动用很多的 很多的关系 对 这太大咖了啦 或是他们可能本来就有私交了 哦 有可能 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来一下共襄盛举一下嘛 重点是 那时候动力火车还趁机的跟JJ要哥 就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准备一下新专辑了 所以很多粉丝都超开心 就说敲碗敲碗 敲碗 对对对好想听到林俊杰跟我们的动力火车合体一下 他这样一时二鸟诶 又来当嘉宾 然后又顺便就是压着他你要帮我写歌 对 而且呢 我跟妳讲林俊杰还超好 他还把他的那个发行的新歌 在台湾第一次公开演唱 就是献给动力火车 就是在他那个舞台上面唱 也算是蛮有心的啦 对 但其实我看完这则新闻之后 我马上想到我的话题是 不知道大家在看演唱会的时候 喜不喜欢有嘉宾这件事情 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你比如说你看一整场下来都是看同一个歌手 第一我会为我的偶像心疼 太累了 就他唱太多首歌了 要让他休息一下这样子 但我的想法会是 如果今天假设出来的嘉宾 是我自己比较没有感兴趣的歌手该怎么办 或是我根本甚至对他 还好 那会不会就是我这张票就有点 我有为辞 就有点点小小的 就是我就是想听这个歌手唱歌 会不会有种种出现 我想要听他整场 对 好像也是有可能 但我觉得看情况 我觉得我这样网罗大家的意见 有些人是觉得说 演唱会就是给我想听的歌手 就是独唱就好了 要嘛就是请的嘉宾要跟他的歌 同等 同等 相同等 类似 类似 许峰相近 就是你一定可能会喜欢的 他的受众一定喜欢 有些人害怕就是 许峰真的差太多了 你说 譬如说顽童 然后请田赴珍 就差太多 等于说比方说 比较文青一点 他们可能对于顽童这种饶舌 就比较没兴趣啊 类比啦 类比 就类似像这样 可能说 譬如说 文青的歌手 但是请了饶舌团来当他的这个 对 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是 可能这个比较文青风的歌手 他觉得他自己不是走那种暖场的路线 那他就会请一个暖场的歌 需要帮他先把他唱 炒热 炒热到最高点 这也是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各个个人可能有他对于他节目安排的需求嘛 这个就是看歌手怎么去做他的演唱会的安排 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啦 因为是自己的偶像会爱无及乌嘛 爱无及乌对不对 一定都OK的 那其实我觉得偶尔听听一点点不同的 也不错啦 搞不好你就喜欢上了新的歌手这样子 找到新的宝藏歌手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超矛盾 就是我觉得如果他讲插尖请的嘉宾是我喜欢的 你就很开心 超开心 但我有时候觉得超怪 就是有时候我就想说 诶 这场演唱会怎么他一个人唱到晚 他怎么没有请他的好友过来 他说他不是他应该搭配个B 不是就应该 对对不就是应该再请一个来宾吗 我就很期待想说他什么时候要讲说这个来宾出现了 然后没有 然后就会有点失落这样子 对 这就让我想到我前一阵子 我有看到就是有YouTuber去看那个宇宙人的演唱会 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没有请熊仔当来宾 因为他们不是有一首歌是跟熊仔合作的吗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可惜 好想听到那首现场版 我之前看那个卢广忠的演唱会也是 他就是跟他是唱的那一首 在木耀跟台智元一起合作那首歌 就他就是放台智元的那个伴奏 就他等于说就没有人出现 好可惜哦 好想看到台智元哦 好想看到台歌 没错 好想看到爷爷这样 对不起 台歌对不起 先道个歉这样 希望下次有机会来节目上骂我啦 很想背吗 很想 很想背那个扇子打一下 对 蛮想的 那个木耀的制作团队听到了吗 听到呼喊了吗 所以每个人家日都 我觉得家日每个人都去安排一些 比方说看演唱会的行程 真的 那看演唱会不就是会搭个捷运吗 嗯 当然啊 你知道捷运真的是最方便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 看完演唱会还要去干嘛 嗨一下 嗨一下之后就不可能骑车了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这样 没错 所以我们就搭捷运 那下一则新闻就是 有网友忘记带悠悠卡 这种年头了还会有人忘记带悠悠卡 我跟你说 真的是不容易 我会忘记带悠悠卡 你是因为怎样出门太赶了 我会是有时候换个包包 然后我的悠悠卡 因为它是有卡夹的 比如说我那个包包的卡夹 忘记把悠悠卡拿出来放到我另外一个小包包里面 你知道女生就是包包非常多 我包包也很多 就是我的包包里面还会有包包 就是你会有那种什么公式包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钱包 对钱包 然后比如说装笔的装化妆品的包中包中包这样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小包当道 哦真的 大侠就是那个包包越小越好 我那天才买了一个小包 那种可以斜杯的那种 自己爆料出来了 自己爆料 很便宜 很便宜 反正就是他就是忘记带悠悠卡 没错 他就意外的发现北杰居然有隐藏服务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他就po文嘛 然后他就说其实现在还可以手机支付 但他不会用 对对对 然后他就很感谢说就是他那时候就想说 有人就跟他讲说你其实可以 反正是有两个小姐非常热心去帮他啦 就等于说用他的身份证去帮他借 因为他等于说他忘记带悠悠卡 他也忘记带钱 他们可以有一个借就是这什么呢 叫做借这个运输费用这样子 他就先欠着 然后你有钱的时候再拿你的收据回去还钱 对 很sweet 很sweet 非常sweet 然后就有网友又有分享说 他其实也有在就是有发现过类似的事情 有些账务员是直接帮他付钱 天哪 这么好 所以只能说台湾真的好心人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是那个人天处处有温情 对啊 但他有讲啦 事后这网友就说他隔天就马上把那个钱还给账务员了 我有看到 然后他好像是有说就是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好啊 那故事蛮长的 但我就觉得哇 那个听起来 我觉得如果你一早很急着要去上班 然后或是可能你快迟到了 然后你一切 那时候如果快迟到的时候会很急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心情很差 然后就觉得我怎么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连钱都会忘了带 然后我觉得突然被伸出援手的时候 会觉得很暖心 我也会这么觉得 就是在最无助的时候 获得了帮助 对 我觉得那一整天都很开心 就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掏出自己的五十块一百块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会很热心的帮助别人 没错 就是在有难的时候伸出一双手 下次换你需要的时候也有人会伸出一双手来救你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我觉得是正面 你有看过负面的吗 当然也是有 负面不是 这个我觉得知道 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 就是总会有一些人 就是卖爱心笔 或是他是假装自己忘记带钱 我知道啊 然后跟人家要五十块一百块 以前在那个我们都是高雄人 每次都拿这件事情出来讲 因为我们都是高雄人 然后以前呢 我们高中国中的时候都会去车站补习 高雄车站 然后高雄车站那边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骗钱的 和卖爱心笔的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会跟你说我就是 我没带钱可不可以借我钱 然后我朋友有遇到的 就是他一拿出钱包 对不对 他本来想说我借个他个 五十一百就好 没有 他一看到钱包打开 他看到里面有大钞 他直接抽了他里面的五百块 就走了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过分了 而且这根本不叫借好不好 他不能借他直接拿了 这根本不是借 而且其实我们也知道 可能拿个五十一百 你也不会还 那我们就想说就算了 但他直接抽走五百 我真的是觉得 这真的是不能够接受 但我跟你讲 身为学生 那时候可能又都很年轻 你能说什么 你也不敢说什么 就摸摸鼻子就走了 嗯 对啊 然后我印象中 我也有被卖过爱心笔 那你等于说你有被推博到 你有买下去吗 有啊 哈 我也不知道 我那当年根本就是一个小 单纯的小屁孩 你就给他买下去了 对啊 我就买下去了 你没有说不好意思不用哦 这样子 反正我记得 但是我那时候身上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钱 对 就只剩一百吧 然后但是就是你知道一支笔 卖你一百块就真的是 很坑很坑 很坑人 非常贵耶 但我就觉得真的是 还好现在这种东西比较少了 卖爱心笔的变少了 也好啦 终于这个歪风渐渐的平息了 我真的觉得那个爱心笔那段时间真的 事情大到连新闻都一直狂暴说 他们这样子会不会太夸张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次去车站 我都会很怕再遇到这种人 然后那时候我每次去车站 我一定永远是把耳机塞起来 音乐开到最大声 反正我听不到 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 你知道那些东西千万不可以拿 因为你一拿 他就给钱 给钱给钱 你买了 你买了 你拿了 你拿到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 非常的尴尬 后来就发觉我就是把耳机带起来 我眼不见为敬 听不到就算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用的方法 我直到现在我都还是这样 像我面对推销这种事情 我也是马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事要忙 哦 就是我等等再用 我会直接不跟他们交流 我跟你讲 在台北街头最可怕的是什么 什么 是有一些推销 他会故意在红绿灯那边等你 哈 然后你遇到红灯 你就是得要等 你说你不过去不行 对啊 你不等也不行 对 然后他就会趁那个红绿灯 因为你在那边等 他就会来找你 有时候你是拒绝不掉的 你就算拒绝 他会继续在你旁边一直讲 那如果摆臭脸呢 他还是会讲他的啊 哦 但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 因为我就是没有想要 这个资讯啊 所以我现在都很怕 遇到这种 然后我会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度发生 比如说我可能是要往前走 对 红灯对不对 那没关系 我先 会往有绿灯的方式 绕一圈再回到原点 会不会太辛苦 为了避免被他们那个 骚扰到 我跟你讲 我有遇过最夸张的推销行为 就是我跟我朋友在逛街的时候 他直接把我朋友的手拉过去 然后倒了一堆粉在手上 我知道 他说你进来我带你去洗手 我知道 然后他那间跨装饼柜 好像旁边还会站一个外国人 哦 就是以前那种推销时期啊 我觉得那超级可怕的 很可怕 我直接当场跟他说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去洗手 谢谢 谢谢 进去就完蛋了 你就初步是来日了 那卡就必须得刷下去了 哦真的耶 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怕了 所以现在那个太多的行销手法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呢 都还是要多多的小心 然后我也觉得 我觉得行销的手法可以 更符合大家的需求一点 我觉得一个好的商品 不用太多的行销 或是你当然要行销 但是不是这种强迫式的行销 这种强迫式的行销 我觉得反而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件很反感的事情 对 所以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把什么 把力气花在哪里 做好你的产品 哦我也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个比你把力气花在推销 来得更好 更实际 你知道其实 当你把产品做好的时候 我觉得消费者是愿意去消费 而且愿意去听你推荐的 你的解说啊 你的行销等等的 所以大家记得啊 对啊 不要再这样子 搞一些奇奇怪怪的行销手法 那真的太 让人有点不太熟 有点小小的害怕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聊今天的 最后一个话题 没错 就是其实大家最近关注那个新闻 都会发现说什么 拉拉队 拉拉队 拉拉队其实也是一个行销手法 没错 对 那其实大家最希望呢 就是大家可以进场观看我们的球赛嘛 看球赛还是看拉拉队 都看 但是其实现在最近拉拉队 变成了一个焦点 尤其是经典赛的时候 我们的拉拉队 就是一举爆猴 女神们 哦 台湾的女生也太香了吧 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一则新闻 他就说 男友跟拉拉队应援 然后就是有女朋友就会很介意的说 你们能接受吗 女生在问 女生们你能接受吗 对啊 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 去看拉拉队 来给大家三秒钟作答 可以吗 但其实我觉得女生们介意的点 不是说好 漂亮也是一点 就是他们可能会穿的一些 比较好看的衣服 然后比较展露身材的 然后又是年轻 年轻冒霉 然后他们又跳舞 对不对 所以跳舞就是散发一些女性的魅力 所以男生就会就很爱看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是我们女生会去追星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互相逼 对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 就像女生有时候也会看帅哥 没错 你说会看帅哥 对嘛那干嘛在意 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觉得就是女性跟男性的角度不太一样 嗯 那可能就是他男友可能看他可能看一些比方说他们觉得会有一些 比方说他们跳舞的时候 其实社群软体上面可能会按赞或干嘛 对 然后没有重点是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跳舞的时候可能就是展露身材嘛 所以就是吃醋了啦吃醋了啦 尤其是还要关注人家 哦 对 所以女生就觉得说 蛤那你现在是 但女生不会看着男生跳舞的时候有腹肌吗 唉也是会 对吧 对 没关系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嘛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算是一种还蛮 我觉得蛮难解的题目 因为其实对每一对情侣来讲 每一对情侣彼此之间有自己比如说相处的方式 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觉得不可以 对有些人就是很介意 嗯 就是女方就是很介意我男朋友会去看别的女生 他就觉得不行我男朋友就是我的他的世界他的眼中只能有我 就是有这种女生我相信有 对 对 会有那这种女生一定不能接受他去 按赞 别说按赞了可能看他都受不了 但我也有遇过我身旁的女性朋友 嗯 算是非常我不能说他大方 但我觉得这是他们彼此 可能有给彼此一个很好的空间和自由 就是他也不在意他男朋友会看譬如说拉拉队好 或是看大奶妹这样子 对 然后他的男朋友也不在意他会去看帅哥 你懂那意思吗就是他会觉得这是他们彼此之间 自己的一个空间 好 我在女生的角度我知道我该怎么讲了 说是呢我觉得女生会有点不开心 那种拉拉队的原因会是 因为假设如果今天是艺人是明星 比方说像IU啊 他就距离我们很遥远 太遥远你吃不到 他就只是一个社群上面的偶像 某一个人 所以你按赞就是你碰触不到他 感受不到他 不会有威胁啦 可是拉拉队你可以去坐在法乡区第一排 你知道有钱不是可以坐到很前面去吗 哦 那是不是 好假设如果只是观看那就算 那如果他坐到法乡区第一排 你接受吗 你能接受吗 对吧 近距离了 那我代入一下这个我的对象 如果去坐在那个 GoGo Boy第一排 嗯好像不行 对吧 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网红一样 他们其实是见得到的 哦我懂你意思啦 就是 嗯就像有一些网红说的就是 他们很远你可能就觉得没关系 比如说什么叫很远 就是那种偶像 比如说林俊杰 韦里安 周星哲 我可能就觉得没关系 但是如果可能是一个 你可能甚至你回他现实动作 他还会回你的 好像就有点危险 就会有点怕怕的 对耶 好像这么讲有点道理 但我自己是觉得 确实就是美女大家都觉得 欣赏美的事物大家都会看 其实女生也会喜欢看美女 嗯对 但只是说 在某些点就是以 如果以女友的身份的话 就会觉得 不行不行不行 对 但是我觉得 这只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安全感的部分 所以我们还是要 嗯 我觉得就是要学习的怎么样去信任对方 然后我觉得同时也给自己 给对方 都各留一点 空间 空间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非常认同 也是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彼此之间应该是要有一场 舒服的恋爱 所以我觉得双方的沟通很重要 就是像你讲的界线不一样 对啊 假如今天我们各退一步 我们跨好界线 对啊 就是我们都不要踏过彼此的那一个底 也不能说底线 那一条红线好了 我们就可以相处得很愉快 或是 嗯就是你知道 彼此都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谈恋爱 应该要有的那种想法 好啦好啦 所以女生们不要 就是对对事情不要太生气 真的不要太生气 放宽心 没错 而且真的她们要按赞 她们才会推播给你她需要的内容 欸但我自己觉得按赞不行 真的假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你看可以 但按赞不行 那偶尔按到一下呢 偶尔按到好可以 所以不能 你不可以每一篇都按到 你每一篇都按到 不就代表 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关注它吗 哦好吧也是 而且其实我都即使你不按赞 你滑还是会滑得到吧 你自己去搜寻它啊 哦 告诉我的那个搜寻引擎 说我要找到谁谁谁谁谁 麻烦你多推一点 好啦少按一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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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们彼此之间 幸福多一点 真的 赞少按一点 幸福会多一点这样吗 好啦我觉得就是大家沟通好 彼此之间最喜欢最舒服的方式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再聊聊感情的事情 我们下一次呢 会开一个山姑时间 找那个 我们的孙家祠的孙董 孙董很懂 他很懂感情方面的 孙董很懂 他很会辨别什么是渣男 所以我们下一次会来一个 山姑的这个渣男时间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到 感谢观看